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用 这道题是三次方乘4 要堪根问题 那堪根问题你当然可以带纸来看 那今天呢 我再介绍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呢 把它看成什么 两个多项式这个焦点 首先呢 这个多项式它通过468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是可以标出来 4 6 8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子连连看 好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这边可以等于负的579 那负的579的话 这边是579 好 那这边是负的 所以呢 它会这样子连 再连 再连 好 所以呢 它今天的根呢 就会发现在哪边 就是4跟5之间有一个 好 那接下来呢 这是那个6跟7之间有一个 那还有呢 8跟9之间有一个 所以呢 就是456789 答案就是ACE 所以通过函数图像 要堪根就可以快很多咯 对这种可以写成两个多项式的核 就尝试着利用 画出个别函数 找焦点 利用这个方法 估计各种范围会更紧接一些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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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